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一直都没有好好认真的聊所谓的华语流行音乐这件事情 还有我自己对于这整件事情的看法 那今天会想要讲这个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发现 有很多人对我有很大的误会 但是其实也不能怪他们 就是如果看我写的文章 然后再看我之前的讲座 我讲内容跟我的言论的话 真的会觉得我后来看一看就觉得 这个人看起来非常有怨念 他应该就是很讨厌华语流行音乐吧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呢 除了就是就是我觉得厘清一下大家 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在 话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工作环境里面呢 听到各种各样 就是不论是流行音乐产业工作者 对独立音乐的偏见 或者是独立音乐的音乐人 对于流行音乐的偏见 因为他们两个可以说是 井水跟河水 就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两拨人然后就是互相有不同的偏见 那我觉得我跳出这个圈圈之后 我不在 我现在不在台湾独立音乐圈 at all 完全不是 我现在也完全不在台湾的 华语流行音乐圈 我反而 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他们彼此会有这么大的偏见 跟一些 我觉得没有必要存在的一些争执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原因 就是我想要澄清啊 余峰也是帮我自己澄清 我真的没有讨厌华语流行音乐 我是一个从小热爱听流行音乐的孩子 我小时候听的是Energy FIR 五月天 5566 5566比较少 5566不太是我的tone 我也不知道为何 小时候就没有特别喜欢556 但是Energy 我小时候很爱Energy 超爱 他整张专辑我从头到尾都会唱 那个时候 我说真的 那 我觉得流行音乐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他最大的偏见 就是觉得他没有内涵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 因为内涵其实是一个非常见仁见智的一件事情 你不喜欢的东西 就是你没有感觉的东西 你不能说他没有内涵 只是他的内涵你没有感受到而已 这是两件非常不同的 就是approach 所以呢 讲到对花语流行音乐的看法呢 我就必须得从五月天说起呢 会讲五月天的原因是因为 他其实是在我人生中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角色的存在 我小时候最大最大的 我想真的就是五月天 要不然我那时候也不会组月团 那时候组月团真的就是看着五月天 然后看着他们去组月团的真的 那会加入滚石唱片也是 就是那时候滚石说要跟我们合作 要跟我们签约的时候 我连想都不用想 我膝盖 我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大声的说好 就是你不管什么条件我都说好这样 那这当然就是因为五月天了 因为他们真的是 那时候实在是光芒真的是太大了 对我们来说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主题 我们就以五月天的主轴 然后我分享一下 我觉得台湾华语流星音乐的 嗯 我的一些看法好了 所以既然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华流的hater 那我今天就来当一下五月天的歌迷给大家看 说实在我是真的很欣赏五月天的 那我在很多地方发表的言论 或者是讲座上 或者是文章里面写的东西呢 你可以发现我指控的从来都不是做音乐的人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台湾做音乐的人至少 我来到英国之后 我完全没有觉得台湾做音乐的人技术水准又比较差 脑袋里装的东西又比较不好 或者是关于事情的看法 就是做音乐的理念跟格局又比较小都没有 有问题的都不是做音乐的人 而是做音乐的人的身边那一群人 大部分的人我觉得都是有问题的 而他们完全不觉得有问题 因为他们是控制事情的真正的人 通常在台湾流行乐界控制事情的都不是做音乐的人 做音乐的人几乎完全没有在做 除了做音乐以外的其他事情 说实在的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在认真的研究 这一切到底发生了什么 或者是他们也会发自内心的觉得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没有什么好 argue 我好好做好手上的音乐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导致呢 整个乐界的环境就会变成就是 你好好做好你手上的音乐就好 你不要管这么多 你没有成功都是因为你做的音乐不够好 而就这样掩盖了所有其他有可能的问题 所以我常常才会抑郑延迟的在批评这些 我觉得看起来很不对的事情 因为这些人根本没有人会去批评他 根本没有人会去监督他 而他们会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下去 这也是为什么我离开 华语流行音乐圈的最大最大的原因 因为我知道我留在那里 我完全没有力量去改变这件事情 也没有任何的立场去提出这些事情 因为我会被当一只蟑螂就这样 踏爬在地下 然后就是内脏五脏六腑 这样喷满地这样 我这形容好像有点过分生动 那我们回来讲五月天吧 那如果真的要我挑一个华人音乐的指标 跟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雄 我绝对会选五月天 而不会是周杰伦 虽然周杰伦好像感觉在中国比较红 就是应该是吧 我其实也不是非常清楚 原因为什么 是因为周杰伦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艺人 就是非常标准的艺人 所谓的台湾艺人呢 其实你要你其实放眼望去看一下 台湾的艺人绝大部分 他们对于音乐的能力 其实是没有没有这么高的 大部分他们最多最多就是songwriter 所谓的songwriter呢 就是他只写旋律 除了旋律以外的所有事情都跟他无关 就是都交给自助人 自助人去烦恼剩下其他的事情 也就是说呢 今天如果有一间录音室 你把五月天五个人丢进去 他们绝对可以做出一首很好听的歌 而且是很有五月天风格的一首歌 而你把周杰伦丢进去呢 他只能给你一段旋律 他不会给你一首很完整的歌 如果他真的做出一首很完整的歌 保证难听 对 就是台湾有很多歌手 就是他们也曾经自己想过一些事情 这个我们先暂时先不要讲 就有一些歌手他很棒 很厉害 非常厉害的songwriter 然后就尝试自己制作 从头到尾搞出一首歌 那真的是惨不忍睹 我听了很多很多 而且他是很红的艺人 然后所以这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这也是为什么乐团 在过去这几十年来 是相对比较有价值的 所谓的音乐单体 这听起来好像奇怪 就是一个个体 就是一个单位 跟就是艺人比起来 乐团的价值是比较高的 是因为这一群人 他们可以一起做出一首歌 尽管这首歌的品质 可能并不是顶尖的 但是在每一个环节中 你都可以感受到 这一个乐团 因为某个原因 你是一个 你讲不出来的原因 甚至他们自己 也讲不出来的原因 而做了某些选择 而这些每一项选择 都影响了这首歌 到最后听起来的样子 跟结果 跟给听众的感受 所以这其实是很弱 所谓很弱 就是很粗糙 很直接 但是很 该怎么说 就是很直接 对应该就是 很直接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可以从 从乐团做出来的歌 直接听得到 这整个乐团的人格 但是这是艺人 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艺人 尽管他说 号称是一个创作歌手 没有错 他写出来了旋律 但是除了旋律以外的 所有其他事情 都跟他无关 你没有办法 从一首歌 听得出他的风格 或者是立场 就算他有风格 他的风格也是 制作人做给他的 而不是他自己 做出来的风格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呢 Sonewriter之外呢 其实台湾的艺人 绝大部分就是singer 在国外说起来 就是他们的 重点是唱歌这件事情 除了唱歌以外 就是其他东西 都没有唱歌这件事情 来得重要 所以你是一个singer 没有错 再来另外一个 我觉得五月天 很伟大的原因 就是歌词这件事情 华语流行音乐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风格 我必须得说 我会说的风格 其实并不是说 流行音乐就是一种风格 因为你其实可以看 欧美流行音乐的 发展的历程 他们流行音乐的 这四个字 所代表的事情 是不断不断的在改变 从以前到现在 流行音乐代表的风格 是不一样的 但是说实在的 在这几十年来的 华语流行音乐 在风格上的改变 其实变化 其实是没有这么大的 有一个很大的共通点 就是对于歌词这件事情 跟旋律这件事情的讲究 但是你从国外的 流行音乐发展开始 他们并不是从头到尾 都是很讲究歌词跟旋律 他们有时候 重点会变成是beat 或者有时候重点会变成是 就是声响 或者sound design 重点是可能会变成是 一个坦度 maybe 但是在台湾 或者是华语流行音乐里面 歌词和旋律就是一切 说实在的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 歌词和旋律 一直都是一切 而所有听众的脑袋里 中的东西也是 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 歌词和旋律 就是一首歌的 决定成败的最大的要素 而我的看法 其实并不是这样 而是因为大家 已经习惯这件事情 而把这件东西 当成一个 既成事实 有点可惜啦 但是话说回来 华语流行音乐也是因为呢 中文就是一个真的非常博大精深的语言 而导致呢 在歌词上面能够做的滑洋 其实是非常多的 而且你可以在歌词里面做到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深入的 我必须得说 比起来啦 如果真的单就歌词韵律的美 还有表达的意境来说 我觉得中文歌能够所表达出来的意境 远远超过英文歌 如果我们当就只看歌词的话 中文歌词能够讲的事情 跟所表达的意境 实在是太 比起欧美的歌曲来说 其实是深入太多 你想中文一个字 就可以表达一个意境 英文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英文必须要有一个字 要有一个句子才有办法 所以呢 我必须得说 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陈信同依旧是当今 现代百话文做词人 我觉得首选 没有人可以赶得赢他 他真的太会写 他写的歌词实在是 我光只看歌词 我就觉得这实在是一个 妖怪才写出来的东西 他怎么可以想得到呢 更何况他还是歌词 他并不只是文句而已 他是歌词 毕竟我觉得歌词要填进去的 这个框架限制是很大的 并不只是字数的问题 而且是唱起来 听起来合不合理的问题 因为中文有四声 你知道吗 就是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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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声嘛 对不对 四声所表达的东西都是不一样 但是英文没有啊 英文是why why 就是讲的东西是一样的 他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没有怎么听 听起来在音 在这个旋律上的编排上 其实对歌词的影响 其实没有这么大 但是刚刚讲的这些都是 才华的部分嘛 对不对 就是音乐能力的部分 有些东西是天生的 是没有办法 有些人就是比较有天分嘛 对不对 所以这其实没有什么好说了 我觉得五月天之所以 我到现在都还觉得 他们很伟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对于 整体产业的贡献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那如果今天要挑一个 世界级的演唱会 制作团队的话 必应创造 我觉得就是目前华人世界 就是开演唱会的骄傲 就是相信音乐 跟那个必应创造 如果今天我回亚洲 如果我只能看一场演唱会 我只能在亚洲 看一场演唱会的话 不管是谁 我绝对会选五月天 不管是哪个国外的艺人来 我一样还是会选五月天 因为五月天的演唱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其实我看过最多的演唱会 就是五月天的演唱会 大型演唱会 我看过最多的 就是五月天的演唱会 他们的演唱会 实在是太精彩 太精彩 太精彩了 而且你知道他们最近 后来也不是只有最近 就是后来常常跟其他的 就是华语流行音乐的 巨星合作什么 罗志祥啊 邓子祺啊 蔡英灵啊 等等之类的 他们的合作 永远能够创造出一些 我觉得哇靠 你怎么想得到的一些 很多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我不得不说现在 你今天拿一张 华语流行音乐的CD 你放进去给我听 我一首歌都听不完 我一首歌 就是你要我从何到来听完 我觉得有点痛苦 但是你把它们放进 五月天的演唱会 我就会一直想要把它看下去 因为他们能够把它设计的 就是很精彩 然后很多就是我觉得 你怎么想得到的 这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对于 整个产业的技术跟提升 还有这个促进整个展业的发展 其实是非常伟大的 就像香星音乐这个品牌一样 你可以从这个品牌做的艺人 还有他们选的歌 还有他们做出来操作人的方式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他们其实很认真的在挑战一些 就是华人 华语音乐的极限 如果 如果 如果假设我的假设是错了 因为我常常在这个讲座上 跟文章里讲嘛 就是华语音乐的传统操作方式 已经这个时代已经快要结束 不太可能 但是如果我是错的 传统华语流行音乐的模式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这个机会 一定是属于香星音乐 到目前为止 我都还是这么觉得的 因为毕竟他们都 还在他们的这个品牌的 奋斗目标中持续的前进 他们依旧还在尝试突破 就是华语音乐产业 不论是技术上 风格上 或是理念上的一个 就是极限 都是靠他们在突破的 我其实看不到 或许只是我没有看到 或许我不认识 但是我孙边就是认识 我看到了各家的大的商品公司 或者是经纪人 或者是对于事情操作 跟选择音乐的方式 跟选择要签什么艺人上 我觉得 香星音乐它是一个 它有重心思想的 它是 它是知道自己在干嘛 而且它想要挑战一些 没有人挑战过的事情的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 因为现在独立音乐 大肆崛起 就是香肢音乐出来 香肢音乐就是要做 独立音乐的一个 香星音乐的部门 而且香星音乐对我来说 其实是个品质保证 从很久以前就一直都是 从香星音乐 我刚开始 我刚进滚石唱片的那一年 就是香肢音乐开始的那一年 也就是说我进滚石的那一年 就是五月天离开滚石的那一年 我就觉得 What the fuck 但是也没有关系 就是 重点是从那时候开始 香肢音乐做的每一个作品 或是签的每一个人 发的每一张 我几乎都回去听 就是就算我没有什么 太大的兴趣 我也会去听 是因为呢 我觉得香肢音乐 对我来说就是 以台湾华语流行音乐的品质保证 就是不会发出一个就是 你听人会觉得 What the fuck 就是你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你整个团队到底在干嘛 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就是不会 香肢音乐绝对不会有 这种事情发生 我觉得它到目前为止 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觉得 它对我来说是 华语流行音乐最高的品质保证 这当然也是感谢五月天 因为这个品牌 当初就是五月天 和他当时的老板 一起去创造 创立了这个台湾一个 到现在为止 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音乐品牌 但是五月天 有没有造成一些 就是对台湾没有这么好 或是对产业 没有这么好的影响 我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是有的 因为五月天在那个 就是真的是太成功了 他们在乐团的世界里 就是已经登峰造极 在乐团的世界里 我觉得很难有人 再有办法 打破五月天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并不是因为 后来的音乐做得不好 而是这个时代已经过了 如果你看欧美世界也是 以前 David Bowie的那个时代 或者是Quinn的那个时代 他们开个演唱会 随随便便几十万人 弄个音乐计 随随便便几十万人 几百万人 现在不太可能 因为分众是一个趋势 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 你会发现演唱会的规模 越来越小 说实在的 尤其是那些超级剧情的 个人演唱会专场 以前随便开几万人 几十万人 现在越来越难了 因为分众就是一个趋势 要有那种 就是能够在电台上面 一拨下去 全台湾的人都会唱的那种 几率已经没了 你电台再怎么打 就是也没那么多人听了 你要让全台湾的人 都听到一首歌的成本 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要创造出这种剧情的难度 真的是太高了 所以以至于当时 五月天实在是太成功了 所以我觉得它锁定了 整个产业 或是整个台湾音乐 华语音乐界 对于台湾乐团的想象 持续了我觉得至少十年 因为从我加进去的 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你可以感受到 整个华语音乐圈 对于乐团的想象 就因为五月天被框架住 因为五月天真的太成功了 所有人都想要希望 可以像成他们这样 所以从那个时代 我身边啦 就是我看到了 以五月天做模板的乐团 层出不穷 所谓的模板 就是不论是参考它的风格 或者是参考它的形象设定 参考它的操作逻辑等等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段时间 就基本放弃 其实也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那个时代的乐团 其实很多 就是各家唱片公司 我讲的是主流唱片公司 在推的乐团很多 超多的 然后当然有一些 现在其实还在了 只是现在trash了吧 我想最近trash好像发生一个 trash一直都是 当时我必须讲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当时放弃跟trash 其实是差不多的事件 出来的 对我来说 我现在回头看起来 基本上我们两个 就是当时花育流行音乐乐团的 其中两条都不同的实验 我们实验的风格路线 就是说青春偶像 然后trash的风格路线 就叫做摇滚偶像 懂吗 然后一直到现在 至少trash他们还活着 他们还在 就是最近发一个新的作品 我有听我觉得很不错很棒 那至少 只要还能活下去 就像我之前讲的 你做音乐的 你只要能活下去 这就是对你来说 最大最大的肯定了 其实 而且你知道最没有的是 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嘛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 比较组 对照组 所以我们彼此身边的团队也会一直提到彼此 这样 然后我们在表演时常常有时候会遇到 然后也 其实也没什么交集 没打过什么招呼 我上次回台湾的时候 就是 就是终于我跟 遗言 就是 trasher的吉他手 相见了 就是我们一直都知道彼此这个人的存在 就是我也是常常看他演出的影片 我也常常看他的田鸡 他觉得好帅 终于我们相见了 然后我们聊了很多以前 就是 我们就是 我们共同都知道的事情 跟就是身边一直都认识的人 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碰上 一直到我上一次回台湾 我们才碰上 然后聊了很多 聊了很久 这样 我觉得很有趣 缘分实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再回来讲五月天 我觉得五月天对我来说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有一点可惜 但是我也不是他们 我也不知道事实的真相都是什么 在我看来 我觉得五月天的影响力 就是 绝对不是 仅止于音乐或者是音乐产业 对我来说啦 我觉得他们 当然我刚刚没有那么熟 我也不是他们 就是我也不能说什么 毕竟人家是巨星啊 我们只是凡人 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 他们其实有点低估 自己在华人文明眼镜历程中的影响力 这句话其实 是一个 我觉得我能给一个 音乐人最大最大的 最大最大的什么肯定 就是你 我觉得五月天的音乐 跟它的影响力已经大到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改变 就是华人文明的眼镜历程了 其实 就是 他们对于华人文明的未来发展 其实对我来说 是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甚至他们有办法做一些思想上的启蒙 就比如说来说 他们能够提倡一些 就是现在 大家还没有感受到的议题 有办法因为五月天的提倡而被大家感受到 甚至受到大家的肯定 而不仅只是在一些 大家已经知道的议题上 比如说反霸凌 同性的这种 大家就是在台湾 至少在台湾 大家就已经知道的事情 就是 不只是这些 我觉得他们能够讲 譬如说环保啊 或者是一些政治上 或是人权上 等等之类的 我觉得他们能够带来的改变 是能够超过现在 但是 要么就两种可能嘛 一种就是 他们完全没有兴趣 然后要么就是觉得 现有的思想空架 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跟 我觉得很多人 如果你年纪跟我差不多的话 我们的爸妈 可能也是差不多 如果就像是 他们会觉得政府限制你说 你不能骂政府 就是没什么不好 你就不要骂不就好了 这就对我来说 这就叫做一种思想空架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呢 做音乐能够做到这一步 能够达到这一个等级 能够在正在这个视野 跟影响力上 我觉得这可以 所谓神选之人 只有神选之人 这一生中 才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 我觉得他们能做的事情 就是比现在 在做的事情 其实多很多 并不只是音乐上 因为音乐其实只是 你其实把整个事情 跟人类历史摊开来看 音乐真的是 华人世界 一个很小很小 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说 有一个华人世界的巨星 因为音乐而改变了 华人的思想 眼镜的历程 我觉得就是 五月天就机会了 但是 会怎么样 我也不是他们 我也不知道 讲完五月天 其他的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必须要提一下 这也是我非常有感触的一件事情 我们以前在做放式的时候 因为放式的定位 很明显就是青春偶像 所以其实我以前 在公司的那一段时间 在外面表演 其实我们在很多大的舞台 都有表演过 什么海洋音乐机 或者是以前 最开始最开始就是德沃 德沃那时候火焰打挑战 会遇到很多 其他做独立乐团的前辈 然后他们给我们的表情 就是一个 就是鄙视加不屑 因为他们就觉得 我们是芭拉团这样 我觉得我不得不说 我到现在回头看 我会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要不得的心态 我觉得就算 你今天大家 未来有一天 成为一个很棒的艺术家 鄙视流行音乐 是一个非常要不得的心态 原因非常非常简单 因为这世界上 绝大部分的人 绝大部分的人 进入音乐的世界 都是从流行音乐开始 现在可能比较少 但是我在以前 真的常常遇到那种 他的人生 就是音乐对他来说 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不听音乐 根本不关痛痒 他不听音乐 他也觉得没有差 他还是自己 过自己的日子 这样的人 其实还是很多的 而能够让这些人 进入到音乐的世界里面 靠的是什么 靠的绝对不是 你那个超级有风格 超级有态度 超级有理念的音乐 的艺术作品 绝对不是 他们要进入 音乐的世界里面的 最简单的路 最亲近的一条路 最容易的一条路 也就是流行音乐 而如果没有人 在做这件事情的话 他们一辈子 可能都不会 进入到音乐的世界 这样真的有比较好吗 更不用说 这些作品背后 有多少 就是整个业界 最厉害的大师 在最后 你要真的进入到 这个流行音乐 工业体系里面 你如果不是顶尖的话 你其实真的很难 很难生存的 但是反过来看 我也听了非常非常多 就是华尔流行音乐的 工作者 鄙视 独立音乐的 音乐人等等的 他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 就是他们在做自己爽 他们在打手枪 我超常听到这句话 然后他们就会反过来 告诉你说 所以你们 你们这些小朋友 做音乐 千万不可以做自己爽 绝对不可以关起门来 在练团室里面 打手枪 这样 这句话真的很生动 我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形容 那至于为什么 这集 当然我也不用再讲了 我们整个这个 podcast 都在阐述了 就是所谓的艺术价值 理念和态度 所以这 没有什么在叙述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理解 为什么的话 就是 你也不太需要再浪费时间 听我讲讲话 这应该不太适合你 所以今天就来分享一些 我对于 话语流行音乐的看法 跟一些 我以前到现在的 看到的一些事情 但是毕竟我现在 也不在这个圈圈里面了 所以 我讲的事情 也不一定不是 一定就是完全的精准 当然 但是最重要的是 其实我 我绝对不是一个 流行音乐界的hater 你知道吗 就是台湾 绝大部分的音乐工作者 不论是做独立音乐 还是流行音乐的 我其实想不到 什么人是我讨厌的 我是说做音乐的人 会让我讨厌的 几乎都是 没有在做音乐 然后满嘴都在讲音乐的人 不能不说 就是 不止在台湾 我觉得在英国也是 我认识到 真的在做音乐的人 绝大部分 都是非常单纯 善良 而且直接的 因为这就是 艺术家的 这个人格特质 大部分 当然不是全部 但是那些会 出来做一些 就是讲一些干话 然后拿一些 自己明明知道 不会成功的事情 拿出来骗人 拿出来卖梦想的人 都是一些 真正掌握权力的人 因为做音乐的人 都在认真的做音乐 他们对权力斗争 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大 兴趣跟欲望 回去做这些事情 都不是做音乐的人 所以从头到尾 我批判的都不是音乐 我从头到尾 批判的都是产业 这样大家有理解吗 所以 今天也分享一些 就是我的看法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 或者是你有什么话 想要说 或者是你觉得 我讲话很干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 来跟我讲 没有关系 然后也欢迎大家加入 这个独立音乐岛 这个小圈圈里面 但是最近好像 我很久没有在里面 分享一些东西 因为最近我很认真地在做 就是之后想要发行的作品 然后也希望很快 就可以给大家听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所以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 美好的周末 我们下次见了好不好 我是杨维宇 See ya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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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